天天给我做每个几分钟 作为技术宅 看过的侦诞剧 他们的数不完 今天就教你们几招 发誓推理 首先细节联想 你要能从鞋上的一片树叶 想到死者生前 从去过花园六弯 当然了 侦诞剧一般不会再开始 就把重要细节展现给你 这他妈就是留给主角 解密写抖机内用的 第二 心理分析 案件里最重要的就是作案动机 死者生前的仇家情敌 有最高嫌疑 连环杀人案除外 变态杀手杀人 往往跟不害人是谁没关系 只可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变态心理 第三 逆向思维 正所谓 做没有嫌疑的 往往就最有嫌疑 像超能陆战队 剧情一直暗示 教授特别正直 特别无故 结果拖东西放火的 他妈的就是他 掌握这三点 基本就看穿了所有侦诞剧 比如看 名侦诞敌人节 你在一开头就能指出 凶手是谁 成就感绝毙爆棚 妹子会养胜你 哥们会因为被剧头 不打你